这支影片我要来评比台湾的辣椒酱 一堆辣椒酱罐头放在我前面 其实看起来蛮壮观的 虽然我自己很喜欢吃辣 可是也没一次吃这么多辣椒酱过 可是呢 这支影片我自己也很期待 因为泰国人来台湾 都会嫌弃说台湾的东西没什么味道啊 太心淡啊 想要吃辣啊 所以这支影片我就来吃吃看 台湾的辣椒酱 到底符不符合泰国人的口味 因为呢 我对台湾的辣的理解 台湾的辣是咸的 根本就不辣 很多那种觉得自己是 选台湾最辣的辣椒 结果我们就觉得就是 嗯 这叫辣 所以就来吃吃看 到底哪一个辣椒酱 适合推荐给我的泰国朋友 这个是正生辣椒酱 他说它的成分有米酒 有糖 有水 有食盐 有腌制的辣椒 有柠檬酸 哦 要把开啊 哈哈哈哈 想要几个钟当一个没办法开的 谢谢还是个男生啊 哈哈哈哈哈哈 嗯 这个辣椒酱的香气呢 有那个醋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粒一粒的这种辣椒 希望我的胃撑得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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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载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会怕 哈哈哈哈哈哈 甜的 辣椒酱甜的 几乎跟泰式炸鸡酱甜度一模一样 有咬到那个辣椒皮的那个触感 但是 没有那个辣椒皮苦苦的感觉 然后没有任何的酸味 辣味呢 有 但是是 微微微微微微的辣 完全没有撒伤力 所以这支影片应该蛮轻松的哦 如果以这个辣度的话 因为它也没有撒伤力了 很失望的呢 它有豆瓣酱的轮廓在 感觉可以拿去炒什么肉 然后拿来蘸酱也可以 它是好吃 可是在这个比赛呢 我们比的是辣 比它 不过关 这个是爱之味的麻辣酱 它说它是四川顶级大红泡花椒 这种写的越夸张就越不辣 它说它的成分呢 有大豆油 葱酥 辣椒 酱油 花椒 面包粉 然后一堆看不懂的中文 总之它应该是麻辣的 可是我发现就是台湾的辣椒 都是辣油的辣椒 好像很少看到台湾的干辣椒 这个很香 像蒜头猪油香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触感就是偏向那种辣椒油 然后里面有比较碎碎的辣椒啊 葱酥 因为它叫辣椒 所以还是需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我放心了 本来拍之前呢 我还担心一下我的胃 这个辣椒完全不会大脏 我的任何地方 它先是咸 味出来 吃下去 那个脆脆的感觉是出来的 那个葱的香又很香很清楚 辣度呢是零 没有任何的辣的感觉 辣油也感觉没有那么的化学 但是我还以为我在引战 我还真的一点都不辣 但它的香很香哦 到现在还是停留在我的舌根这边 这个是福中之号的鲜切辣椒网 它说有朝天辣椒 大豆沙拉油 盐 糖 香油 芝麻油 它用的是朝天辣椒 那应该是辣的哦 因为 其实它的颜色是蛮新鲜的 看来我的手腕的力气还是不够 颜色很好看 还是看到就是一丝一丝的那种辣椒皮 哦 嗯 嗯 有辣哦 终于等到你了 光有辣就已经过关了 辣椒酱不辣 真的让人心情不好 可是这个呢 刚放进嘴巴 那个辣就迫不及待的跟你说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是辣 我是辣 可是呢 那个辣的程度呢 没有小到 让我觉得一点也不辣 也没有辣到 让我觉得没办法吃下去 然后呢 它也是偏重口味的辣椒酱哦 它那个咸度也够 然后它那个酸度也有出来 而且现在那个辣的味道一直停留在我的嘴巴里面 这个就是我熟悉的辣的那个感觉 这不是业配哦 我先讲 只是我是觉得 辣椒酱有辣 就是赞 而且那个辣椒也没有放太久 或者就是有一种苦苦掉的那种辣椒 开心 这个是咔咔脆辣酱 蛮特别的呢 它成分有 芥花油 辣椒 蒜头 葵花籽 腰果 剁椒酱 这糖食盐 其实我平时对我自己的手腕还蛮有信心的 哈哈哈哈 开心啊 哈哈哈哈 怎么拽一脸啊 哈哈哈哈 啊 它里面就是很明显 有一颗一颗的 煎果类的东西在里面 哦 感觉这个辣椒配饭应该蛮爽的哦 嗯 可是闻呢 其实反而很像麻辣 火锅的那个香 这个很好吃 想成 煎果类的东西 配上的总统辣椒油 蛮爽的 我可以直接把它吃完 而且感觉腻在饭上里面 非常好吃 它有那些煎果的香 然后有那些煎果的触感 那个油呢 有那个花椒的香 全部都在一起 超级符合我的敌好 但是我要公平公正一点 它一点都不辣哦 蛤 真的让人很挣扎 就是我真的很爱它的味道 可是如果它说它自己吃辣椒的话 辣度真的不行 它是很好吃 这个我可以带回家 哈哈哈哈 这个是一美的蒜蓉辣椒酱 辣进够味 新鲜红辣椒朝天椒 蒜头 芝麻油 芥花油 发酱 发酱 它有腌耶 什么意思 刚刚的 它是 哈哈哈哈哈 辣椒跟油 是分开的 蒜头的香很像 你去青州小菜店炒青菜 然后它有加蒜头 哦里面真的是一粒一粒的蒜头 为什么辣椒酱都不辣 辣的分数是零 它有一种已经煮太透了的蒜头 没有蒜头的香了 然后它有一点点咸味先跑出来 也不是难吃到让人生气 可是味道有一点太中规中矩了 这就是台湾味 这种辣就不辣 就是要以一个非常平常心的心态吃它 直接刷掉也不会辣 这个是宁记的香鱼辣椒 它说是台湾老字号宁记麻辣火锅 专用辣椒酱 我怎么只知道这样 然后它有朝天教 什么鱼啊 是中文哩 一个是摇鱼一个是老鱼 结果它念 苗鱼 还有大豆油跟香油 有盐糖 哦这个鱼叫做苗鱼 这是第一次知道它的名字 那这个就很像澎湖的那个 XO酱的那个感觉 好咸 本来味正在准备对抗 结果胜在旁边直接被攻击 这就是有一种 看你脸管我屁事 可是这种咸度好爽哦 就是要这么咸 吃下去才有一种 哇 我不想活下去了 今天就值得了 这种咸度 虽然它的咸度很明显 但是它的辣度是慢慢的跟在后面哦 让你不知不觉中突然间就发现 诶 那个辣已经出现了 而且就是停留在嘴巴这边 哈哈哈哈哈哈 从开始受不了 这个蛮出乎意料的 但我很难想像这种拿来当沾将 至少它有达到好诗了 要的标准 拧记 这家的麻辣火锅在哪里啊 有空要去吃一下 这个是豆豉朝天辣椒 它说精选特级朝天椒 循古法酿制 在线传统美味 它是悬殊的 成分有大豆沙拉油 朝天椒 殷屎 哈哈哈 有黑豆盐跟水 还有糖跟麻油 哦 这个辣椒很像温州馄饨 里面的辣椒也是有豆豉的 一开始呢 我以为泰国没有豆豉 结果我去泰国发现 哦 原来泰国的豆豉叫做 那我为什么会突然说 这个豆豉在泰文这么讲呢 没有错 因为呢 我要来推销我的泰文课了 我开泰文课这件事情呢 我已经讲了一百遍了 看我的影片的观众应该要知道了 所以呢 想要学的人呢 赶快趁这个时间来加入 因为呢 木字席呢 是最优惠的 如果过了木字席之后呢 费用呢 就会调涨回来 变成原价 然后在那边一直有欲要不要上我的泰文课的人呢 我跟你们讲 这一堂课呢 我跟一个非常专业的泰文老师合作 以及我这个泰文母语者的人一起的 所以呢 这个课程的内容呢 绝对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教的内容呢 有超过八十个万用具型 是外面学不到的 更重要的是还有三个大情境 分别是 日常聊天啊 旅游杀架啊 追星用语啊 所以赶快来和我一起 用泰文 玩泰国 太轻松太好学太好玩 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 反正就来上课啦 回来是 豆豉朝天辣椒 哈哈哈 很好吃的哦 它有那个豆豉的香 独特的味道 它是厚劲的辣 但是不伤人的辣 而且它甚至还有微微的甜味 因为我通常呢 如果是这种豆豉辣椒 我会把那个豆豉一颗一颗拿掉 而只是辣椒 嗯 这个很ok耶 这个就是杜晓月的朝天辣 没有任何创意的名字 它说有 大豆油朝天辣 白砂粉芝麻油 食用盐 这个香味呢 很熟悉 台湾 卖黑白鞋的店 都是这种辣椒的香 我有读过 辣椒呢 就是因为要妨害人 或者动物来吃它 所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辣 结果人们就拿来吃 哈哈哈 因为它很辣 它这个辣椒很好吃耶 我所谓的辣椒就是 这个皮的辣椒 咬下去很好吃哦 它甚至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然后它是软软的 它味道就很像 你去吃黑白鞋 然后刚好你幸运碰到这些 用的辣椒很好吃 那个辣度呢 是偏中小辣 就是当我想到台湾辣椒 我就会直接联想到 这样子的辣椒 吃完了这八罐辣椒酱 我只能说我虚惊一场 一开始还真的很担心 结果呢 它的杀伤力呢 还比不上上次的酱油 酱油呢 我承认我真的很痛苦 那这个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也不出乎意料 因为我是觉得台湾的辣椒 没有那么辣 可是呢 第一名辣 在这八瓶里面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鲜切辣椒网 因为它的辣呢 有达到辣椒 该有的辣度 你喜欢吃辣呢 你吃到它 你绝对会开心到高潮 然后呢 如果以我喜欢的程度 第一名的话 先把那个辣度 辣不辣 拿掉卡卡脆辣酱 超好吃 我很爱 像您记得 跟豆豉辣椒的 我会记得它 豆豉叶朝天叫我也是一样会记得它 其他的我应该会把它忘记了 因为现在我已经回想不起来 它的味道会长什么样 但是台湾的辣椒酱是不是有分 类似冬雪辣椒 那种辣椒酱感觉可以再拍一集 如果观众有推荐 也可以留言哦 观众说下次可以试演吧 跟糖我也可以啊 好了 那所有的观众呢 就感谢观众分享开启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